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接替总统拜登 出战11月总统大选后 两人首度联合公开露面 在马里兰州造势 贺锦丽带头跟支持者大喊感谢拜登 愿意交棒 拜登全力助攻夸贺锦丽将是最棒总统 也喊话民主党要痛扁对手 还假装忘记川普姓Trump 该叫他Dump 取谐音暗奉要抛弃丢弃川普 台下校翻 拜下赫尚后两人首度同框 推出政策牛肉吸票 宣布联邦医疗保险跟大型药厂 达成调降十种处方药价的重大协议 渴望让物价飙涨的美国选民很有感 贺锦丽也趁机大打减轻生活成本 注重食品住房和医保成本等 至于对手川普也狂打对抗通膨牌 扬言一年内让能源价和电价砍半 要让美国再次负担得起 川普炮火猛攻 甚至说自己有权对贺锦丽人身攻击 因为对方想把他关进监运 至于两人的副手也火力全开 华兹接受范斯挑战 将在十月一号参加由CBS举办的 辩论正面对决 记得理睛做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